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八字中这两处出现明显不利的现象 出现明显的互形的现象 就容易出现婚姻方面不逊 那个形它是指的 子某形 丑虚畏相形 尘无有害自相形 它指的是这些形 咱们现在讲的这个例子 这个形就是指的丑虚畏 你看 认虚 鬼某 姬丑家虚 看八字之前先查空王 日柱姬丑的空王字是无畏 姬土生在某月弱 鬼水 豪制姬土 家墓合伴 比较弱 唯有丑土当身 但是这个丑土受某木的客 虚 土 刑 智 这种情况 丑土就是无利 丑土无利 这个高级是属于从若格 从若格 从若格才观为用 但是呢 它这个八字里面 女命八字观星是家墓嘛 坐下是虚 虚与婚工相刑嘛 这就出现了这个 正观星家墓 坐下虚土与婚工互刑的现象 出现这种状况 婚姻方面就容易不逊心 或者说不如意 实际上呢 这位女士 2010年结婚 2011年离婚 本来八字命女中 就出现婚姻不逊的词合 在2011年 这个年运上呢 它是新某年嘛 新某年 新某年这年 某木科智 丑妥婚工 这是不利婚的现象 还有一个现象呢 这个年运上呢 子水大运 与某木流年相互行至 子丑合 都是对婚姻方面 出现不利的现象 所以来说嘛 这个星宫护行 棒打鸳鸯啊 就容易造成婚姻不利的现象 好 好